手上拿了这三个元件的字 我们在维修中经常用到的元器件 外观看起来是一模一样 它的封装样式是一模一样 我们要区分它是什么型号 第一是通过型号 再去查资料 可以知道它是什么 类型的管子 有可能是三级管 或者MOS管 或者是IGBT 加上有很多网友 在后台私信我 经常发一个这种管子的型号 来问我是什么元件 是什么类型的 有时候我知道了 我可以告诉他 但是碰到我不熟悉的情况 我要去查资料 或者是有些时候的资料查不到 那么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 怎样去辨别这个管子 到底是三级管 还是IGBT 还是长效应管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比较简单的 之前也是给大家说过的 我们就是用这个仪器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这种仪器 就简单的拿一个管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种仪器 它是可以测出这个管子 是什么管子的 今天给大家讲的 其实是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 不要什么仪器 但是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首先我们看 假如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管子 我们按一下测试 它这里可以测出来 是一个长相应管 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仪器去测试 这个就适合了 对这个电子 支持 没什么技术的朋友 去使用这个仪器 基本上是傻瓜式的 用起来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稍微要想有点难度 或者说是没有这个仪器的朋友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需要一块万元表 万元表达到这个二级管档 使用这个方法多少要有一点电子 这个支持的基础 所以说万元表的这个档位我都不解释了 用二级管档 然后三级管 我们知道三级管 它就测量的话 这所有的角 它是有两个皮纹结的 现在我椅子这个三级管 我们可以看 它是有两个皮纹结的 所以说这个三级管就很好辨别出来 那么这个MOS管和IDBT 就有很多朋友 不知道怎么去辨别 因为我们去测量的话 它的这个静态测量出来 这个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这个二三角 它有一个二级管的一个特性 但是我们测其他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知道 在这样的结果下 哪一种是IDBT 哪一种是MOS管 那么今天我们就需要要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万元表 第二就是这个可调电源 可调电源 一般的调一个10伏 所有的电影 我调的这是9伏 建议就是6伏到10伏 然后把这个表打到二级管档 然后我们黑表笔和这个黑色夹子相接 然后我们的黑表笔接第三个角 红表笔接中间这个角 我们用这个可调电源的正级 去触控这个第一角 就是打开这个管子 我们看这个是有一个压降是0.348 那假如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管子是什么管子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管子 现在这个管子已经打通了 我们把它用手放个电 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导通的 那么我们现在去打开 我们可以看它就是0001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IGBT 它的这个是有CE级 CE级的相当于三级管的一个CE级 它是有一个压降的 它不是电阻 但是我们这个MOS管 它是一个导通电阻 我们通常在看这个参数手册的时候 就看这个RON 就是导通后的这个电阻 那么所谓说我们这个用 这个可调电源把它触发之后 它是000就相当于是短路的 但是我们这个把它打开之后 它是一个压降 它就不是000 那么如果这个看不懂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封门档 我们用外表的封门档 因为我们这个MOS管一般导通的话 它这个DS级的组值非常小 我们用这个电阻档去测的话 它就是封门档会响 但是我们这个 哪怕我们导通了 它是不会响的 对它是不会封门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是IGBT 这是MOS管 MOS管一样